disadvantage 好在讲这个字之前呢 Andy想要帮同学复习一个字首 这个字首呢就是dis 我们知道dis的意思呢是not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同学呢有印象的话 我们大概就知道disadvantage这个字 其实它是dis 再加上advantage这个字 那advantage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advantage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优点优势或者是利益 那没有优点没有优势 那是不是就是不利条件劣势呢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的第一个音节 好第一个音节是 ddi念成sad念成sad van念成van tage念成titch 中音节落在第三个音节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disadvantage disadvantage 好那disadvantage它的意思就是不利条件 劣劣势的意思 好我们看例句 the disadvantage of long distance learning is that the teacher may not be aware of an on the spot emergency immediately 好我们看例句 the disadvantage of什么东西的坏处 什么东西的缺点 我们英文就念成the disadvantage of 好这边呢有一个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 就是long distance learning就是所谓的远距学习 像我们上网课其实就是一种远距的学习 那远距就是long distance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好 distance这个字呢本身呢它当作名词呢 它就是距离的意思 好所以说呢这个远距学习的坏处的其中之一 就是这件事好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是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边文法上当作前面这个主词的补语 好所以呢这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the teacher may not be aware of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be aware of的意思 指的就是察觉的意思 它没有办法呢察觉什么东西呢 on the spot那什么东西叫做on the spot呢 on the spot指的就是当场的现场的 当场的紧急事况是紧急的状况 而且呢是立刻immediately 它没有办法察觉 这大概只有在教室的现场才有办法做得到 好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disadvantage 名词不利条件略适 我们下期再见